随着影视行业的发展 娱乐圈中的演员越来越多令人眼花缭乱 但是真正能够深入人心的却寥寥无几 细心的观众会发现 不同的演员在表达同一种情绪的时候 也会有不同的方式与理解 优秀的演员在塑造不同的角色时 总能带给观众不一样的感受 他们的演技自成一派 总能将角色的精髓演绎的淋漓尽致 大家都说哭戏是最考验演员演技的 一段哭戏演好了可以带动观众的情绪 演不好 观众便看不下去了 所以哭戏的好坏关系到影视作品的细节处理 和演员对角色的把控力 其实除了哭戏 愤怒也能表现出演员们的演技 今天就来看一下吧 说到愤怒戏 小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仙剑三里》的龙葵 当年刘诗诗凭借这一角色火遍大江南北 剧中他一人分饰两绝 每次只要龙葵愤怒的时候 头发和眼睛会变成红色 这妆容和特效也为龙葵的愤怒加了很多分 而靠综艺起家的杨颖拥有一张漂亮的脸蛋 在大红大紫后 他拍了很多的影视剧 不过却经常被网友调侃 杨颖在戏中表演愤怒的时候 经常只有干瞪眼 脸上表情和台词不同步 眼神里丝毫看不到他的愤怒 让人觉得非常尴尬 这也是多年来大家诟病他演技的原因 而他也虚心接受了大家的批评 所以我没把自己这方面做得很好 让别人都觉得知道我就觉得什么老公对我很好之类的 当然不会甘心只被大家记得这些 人家都问我说哎呀你最想做什么 我说最想有一部作品可以让大家记得 这些也不是靠我 我说说然后就就就能怎么样的 我觉得还是得得让大家能看到我一步一步的改变 和一步一步出来的作品吧 迪丽热巴是来自新疆的美女 身上有一股与生俱来的抑郁风情 令很多观众为之倾倒 他参演的很多影视作品中 大部分角色都是可爱甜美型的 因此有着很高的辨识度 他也曾尝试过不同类型的角色 但是没有取得较好的反馈效果 漂亮的李慧珍 中他的演技直接扑街 而在烈火如歌中 迪丽热巴的一段愤怒戏也是遭受网友调侃 只见热巴紧锁着眉头 咬牙切齿 面目表情有些猙獰 这种用力过猛的表演方式 一度引起观众不适 观众们都表示不知道的 还以为下一秒会变妖怪 而同样是愤怒的表情 孙力却只用一个眼神 就能够完美代替所有 在《甄嬛传》中 孙力让观众看到了 她是真正的实力派影星 从青色的少女到黑化后的娘娘 一举一动都透露着狠辣决绝 甚至一个眼神就能让人不寒而栗 由此可见 愤怒的表达方式是多种多样的 夸张的脸部表情是最初级的 眼神传递出的信息 才是演技派该有的模样 最厉害的还是我们周公子了 周迅被大家公认是一位表演精灵 用一个灵字来形容她的演技 真的一点也不为过 演技出色的她 完全可以润物戏无声地表现出来 没有什么表演痕迹 我想有看过如意转的观众 都会被如意断发那12分钟的情绪 爆发戏所震撼到吧 周迅在这一场对手戏中 虽然她的表面不动声色 面部表情也没有多大变化 但是却完全不会给人一种面摊的感觉 因为她的眼神全是戏 周迅把这时候如意眼里的了然 和清醒都刻画了出来 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 她对前小似是打从心底的失望与心冷 一个演员的演技跟自己的业务有关 和琢磨角色的认真程度有关 和导演的指导有关 和角色与自己的失配度有关 许多客观因素无法干涉 而演员本身需要做的 就是要从自身的业务能力和努力程度多下功夫